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所所长黎建飞 欢迎黎教授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些案件 我们刚才看到那段画面是2016年4月15日 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起案件审判结束之后 公安局民警对被告人当庭执行逮捕收押看管 这名被告人犯的是什么罪名 他做了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先从认识几个人开始 这几个工人曾经是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同一家工厂的工友 张中堂是山东林一人 刘邦勇是江苏徐州人 陈茂新夫妇和弟弟陈建华夫妇都是重庆有洋人 他们到南通打工的时间少则有七八年 多则十余年 如今他们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遭遇 是都被工厂老板欠辛 一共欠了一万四千零三十八万 还欠了一万千 两万减到九千万就欠一万一 位于南通市通州区的中国南通家坊城 因汇集了众多的家坊制造和经销企业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求职者 张忠堂在山东老家的时候 曾经是一名代科教师 2007年他辞去了工作 在老乡的带领下 来到了位于南通市通州区的 红运不了亚工厂打工 一年下来张忠堂能挣到三万多元工钱 按照和老板的约定 他平时每月可以领几百元的生活费 到年底的时候再节清余下的工资 这份工作虽然辛苦 但相比之前在老家的收入 还是要可观不少 家人的生活也逐渐得到了改善 张忠堂他们打工的布料亚工厂规模不大 是几个人合伙的小工厂 但张忠堂欣慰的是 按照约定他在每年的年底 都能按时拿到当年的工钱 然而这种平静的日子 有一天起了波澜 2013年年底的时候 工厂的三个合伙人中 撤出了两人 只剩下了一个叫李新刚的人 单独经营工厂 张忠堂说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2014年的年底 以前只是听说过被欠薪的事情 竟然发生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张忠堂说 到了2014年年底的时候 老板李新刚说 因为工厂效益不好 工资不能全部支付 需过了年再全部结清 然而春节过后 老板并没有兑现承诺 跟张忠堂一样 当时厂里的九名工人 都被不同程度的拖欠了工资 陈茂欣夫妇是其中的两人 2014年年底的时候 陈茂欣老家的新房装修 又赶上儿子相亲 陈茂欣夫妇打算提前一个月回老家 除了平时已经支取的生活费 他们夫妇在年底 应该可以领到近五万元的工钱 但是他们回去之前 老板只是给了他们几千元钱入费 那个年陈茂欣一家人过得很不开心 往年打工攒下来的积蓄 家里盖房子都花完了 眼看着房子盖好了 春节回家给儿子说媳妇 却还要找人借钱 接后回到南通 陈茂欣夫妇再次找老板李兴刚 催要工钱 后来我过了年过后来这里 我说这两万块钱 我就叫你寄的 你必须给我两万块钱 准备两万块钱 本来说好了过年再给工资 但年后见到了老板 结果确定陈茂欣失望了 老板的回答是再等等 我就生气了 我就来气了 因为我说你给我说好 不给我钱不打过来 因为工友们天天吃住在厂里 工资不能按时结算的原因 工友们也非常清楚 以前厂子里有三个合伙人的时候 效益也还不错 但李兴刚一个人接手 红云亚光厂后 工厂的生产管理和销售 不如以前 效益也出现了明显下滑 工人们说 这跟李兴刚个人有一定的关系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被戳欠了工资 但对工人们来说 干了一年活到年底能拿到工钱 才是最实际的问题 眼看着2014年一年的钱还没有拿到手 2015年年初 陈茂兴夫妇和陈建华夫妇 就离开了这家工厂 虽然离开了红云亚光厂 但没结晶的工钱还得继续讨要 新的大工地点距离红云亚光厂很近 陈茂兴等人隔三差五去找李兴刚 他们也陆陆续续有了收获 这个四月份 四月份他是给了我两万出去 还欠你两万 欠我两万 欠我两万 我得七月份 七月份我就最大 而像张忠唐这样 选择留在红云亚光厂的工人 也在不停地向老板索要被拖欠的工钱 有时候你要的紧了 他就给了 给了以后但是还是给不完全 不仅是2014年的工资没有支付完 2015年当年几个月的工钱 也没能按时支付 工人们说2015年三四月份 老板李兴刚分别给他们打了欠条 有了欠条在手里 工人们心里踏实了一些 毕竟有字据在手 只要红云亚光厂和李兴刚在 这笔钱早晚可以拿到手 实际上 在写了欠条后 李兴刚也会偶尔给他们还上一点钱 后来他就打了五千给我卡上 过两天他就打了四千块钱 这个条纸上本来就两万 两万减掉这个九千嘛 就七一万一 然而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 打了欠条的几个月后 2015年七月中旬 陈茂兴从红云亚光厂的工友那里 听说了一个消息 不止几天吗 他们就打电话反映 老板跑了 他不开了 已经走了 现在东西什么都没有了 一听说老板跑了 陈茂兴等人慌了神 他们连忙赶到红云亚光厂 厂子已经大门紧闭 从门缝看进去 里面一片凌乱 原本的几台机器也已经被搬走 工友说 李兴刚在几天前就关闭了厂子 他订走的时候 就是说我 什么现在就是效益不好 你们现在呢 找活想做 临时找活想做 后来说呢 我这房子 干了 我也吃不下了 你们出去 我再给你们收货费 你们到其他再找找活做 陈茂兴从工友那里得知 2015年的7月17日 老板李兴刚跟现有的几名工人说 工厂维持不下去了 他要另谋出路 让大家先去别的地方找点活干 他随后处理了机器 关闭了厂房 第二天就离开了南通 然而第三天 工人们却发现 联系不上李兴刚了 走掉了 第三天我打了电话 他都打不通了 走了以后就联系不上了 号码也没有了 打不通 打他的号是关机还停机 一开始是关机 后来就没有了 就停机 老板失踪电话停机 第三天我打了电话 他都打不通了 一开始是关机 后来就没有了 工人能否要回工前 他进了多少钱 我们要多少钱 像我三万多 现在六万一三百 就是符合七星入罪 老板消失的无影无踪 警方立案侦查 初期的大量的工作 还是接触家属 老板跑路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李兴刚是南通市如东县人 那间厂房是他租来的 已经退租了 现在李兴刚一走了之 无影无踪了 被拖欠工资的工人 一共是九名 他们当中被拖欠最少的是六千余元 最多的是三万余元 加在一起总共是九万四千四百三十六元 这是这几名工人的血汗钱和养家钱 像我们的农村人 本身收入又工资又低 就靠着人大工出来高点钱 他如果人走了 以后的钱肯定不好办了 小孩们要吃 要吃吗 吃着没钱买就这没办法 怎么才能要回自己辛苦挣到的工钱呢 工人们想到了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 2015年7月20日 几个工人代表找到了南通市通州区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我们心辛苦干了一年 是不是 一年辛苦的腾 我就这样就算了 不可能算了 钱你多少时间 多少钱 剩我三万多 你先聊是吧 你把钱钱帮我看一下 好吧 那时候后期我们调查了 这个单位并没有营业执照 所以说我们给他们领地的一个名称叫李兴刚加工厂 李兴刚的布料亚光厂没有经过登记注册 不是一家正规的企业 劳动监察员说 但这并不影响他向工人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 李兴刚是否真的拖欠九名工人的工资呢 由于李兴刚原来的手机号码已经停机 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劳动保障监察员找到了工厂所在地的村干部了解情况 工厂所在地的村干部证实 李兴刚和几名工人的确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但他们也不知道李兴刚的去向 通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认为 李兴刚的行为已经涉嫌欠心逃逸 因为它涉及到他逃逸 厂里又没有其他的负责人 然后我们这就来当门口张贴了调查询问书 2015年7月31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开具了调查询问书 因为一直找不到李兴刚及其家属 劳动保障监察员将调查询问书 张贴在了李兴刚原来加工厂的厂门外 调查询问书要求李兴刚于2015年8月4日前 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受调查询问 就是这个清新单位 你对这个清新的这个事实是不是存在 我要叫他提供相关的材料相关的证据 是不是欠 欠多少 如果不欠 你也马上证据出来 到了限定的日期 李兴刚并没有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接受调查询问 通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认定李兴刚欠心的事实成立 而且数额依据工人们提供的证据为准 调查询问书限期满两天后 2015年8月6日 通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再次开出了一份限期改正指令书 则令李兴刚在7日内支付工人们的工资 94436元 开具了限期改正指令书的当天 通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前往李兴刚亚光厂原厂纸 和李兴刚老家如东县的户籍地住所进行了张贴 在这里面我们明确了一个是 一个是他违法的行为 第二个也规定他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到我们劳动监察大队来 也把公用的工资具体的明细 也具体的给他明示了一下 限期改正指令书上指出 如果李兴刚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履行指令 劳动监察部门将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向公安机关移送 警方上网追逃 老板火车上被抓 那时候最主要的就是钱外面的高利贷 身负双重债务 他想一走了之 就跟我老婆就出去了 法院宣判他被重新逮捕 判复有机组刑 八个月 没什么时候 老板跑路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是指以转移财产逃逆等方法 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报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整改仍不支付的行为 按照这个规定 如果李兴刚在此次限期整改当中 仍不支付那些工人的工资 就涉嫌构成此罪 那么后来的结果怎样了呢 宋达支持七个工作日内 到我们老人江泽来来配合 解决农民工资问题 但是他一直未来 李兴刚在此次限期改正中 始终没有露面 也没有依照指令支付工人工资 2015年8月中旬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将李兴刚 涉嫌犯罪一案 移交给了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案件侦办期间 通州区公安局民警再次对李兴刚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进行了核查 李兴刚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 接受调查询问 说明情况 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整改 而另一个实际情况是 他离开了户籍地和经营地 变换了通讯工具 与工人们失去了联系 已经构成了逃逆 我们这边的主导的思想 还是以解决农民工实际困难为主 所以的话 我们的初期的大量的工作 还是接触家属 尽管李兴刚涉嫌犯罪 但警方还是希望能通过家属 敦促李兴刚主动把拖欠的工资还上 民警也找到过李兴刚的姐姐 那他的姐姐我们也跟他交流了 也愿意配合我们 但是的话 他当时也确实不知道 他这个弟弟那走到哪里去了 警方最终决定将李兴刚上网追逃 2016年1月13日 李兴刚在北京通往徐州的一辆列车上 被铁路民警查获 随后被南通警方带了回来 李兴刚被抓获后 他的家人筹集了5万元钱 作为偿还工人的部分工资 交给了警方 李兴刚随后也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法院审理期间 记者见到了李兴刚 对拖欠工资的事实以及数额 李兴刚没有意义 他也承认自己的逃逆行为 但李兴刚称自己的本意 不是为了逃避支付工人工资 他在社会上借有高利贷已经到期 高利贷高额的利息让他难以承受 他便想到一走了之 离开南通后 李兴刚和妻子夺到了北京 在一个朋友的装修公司打工 他更换了手机号码 李兴刚说 劳动保证监察部门 到他家中张贴限期改正指令书时 他家里没有人 家人都不知道 但后来他还是听说了这事 后来过了大概一两个月吧 我父母亲还不知道谁告诉我 跟我联系 跟我说了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有没有回来像 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的 黑光的事情 没有没有 虽然知道了劳动监察部门的通知 但李兴刚并没有回去配合调查 也没有跟工人联系支付工资 直到2016年1月 他被警方上网追逃后 在火车上被抓获 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件事 有可能被涉嫌犯队啊 这个我也不懂法 这个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这个事情 李兴刚说 他跟工人们的关系 平时都很融洽 他也觉得挺对不起那些工人的 工人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 拿不到工资 肯定很着急 他也能理解 他表示会尽力偿还工人们余价的工资 也希望法庭能够对他从轻处罚 传被告人李兴刚道理 现在开庭 被告人李兴刚以同意的方法 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已据支付劳动报份罪 追究其行事责任 被告人李兴旧凡事实 证据罪件有无 量身轻重 犯人认识 以及量力方面有什么要求 可做事物准处 你之后还需要说的 没什么事 没什么要求的 2016年4月15日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李兴刚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 李兴刚没有聘请辩护人 法庭经过审理 当庭作出宣判 法庭认为 这一条李兴刚以逃逆的方法 法庭认为 李兴刚以逃逆 躲藏的方式 拒不支付工人的劳动报酬 拖欠9名工人公司9万余元 其行为已经构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拒不支付就是说 有两个条件 一 科幻上他没有支付 第二个就是 社保单位 发了指令整改通知书之后 仍然没支付 第三就是 经公安局官立案侦查之后 一直到法院间的判决 仍然尚未支付 十五万别 还欠四万多块钱 一 被告人李兴刚 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法庭一审判处李兴刚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元 责令李兴刚退出 涉案工人的劳动报酬 四万四千四百三十六元 宣判结束后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民警 当庭对李兴刚执行逮捕 变更之前的取保候审 送往看守所看管 这就是节目开头出现的那段画面 李兴刚在上诉期内 没有提起上诉 法庭宣判第二天 通州区公安局和通州区法院 将李兴刚家人之前交来的五万元钱 按照比例分发给了陈茂兴等几位工人 李教授 这起案件当中 其实是企业欠了这些工人的工钱 那么李兴刚作为老板 为什么最后被追究了 刑事责任 在欠薪这样一个问题上 如果老板要被追究 刑事或者民事责任 有两种可能 第一 这是一个三五企业 就像本案当中 还有一种 有的是企业是正常的 但是他过人有了 拘捕支付劳动报酬罪的 法律规定的行为 那么都要追究 直接责任者 或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这个罪的认定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呢 一个是数额 就拖欠的数额的本身 司法解释规定的是 拖欠一个人 这个五千以上 然后拖欠十人 三万以上到三十万的 然后在行为上 有三种行为 第一是毁灭账单 转移财产 第二是逃跑逃逆 第三是毁掉相关的证据 比如说职工发明册 如果触犯了这个罪名 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制裁呢 一种是 就是构成这个罪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像本案当中八个月 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就是 勤劫年重的 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些徒刑 可能有的企业 确实是因为经营不善 最后拖欠了工人的工资 有的是 老板其实有钱 他把钱都挪作他用了 那么具体情况 应该怎么样来判别呢 如果说真的 这个企业资不抵债了 那么该走什么程序 走下面的程序 即便是这个企业破产 我们法律依然规定 工资或社会保险 是第一清场顺序 当然第二种情况 你有引力转移财产 故意不支付 那就更应该受到 法律的制裁 可能有的企业家 或者老板会说 不就欠一点钱吗 怎么还有这样一个罪名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而且今天的这个老板 李行刚是被判得实刑 八个月 这样的一个判决 对那些恶意欠心的老板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警示的作用 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到 任何时候 任何条件下 工资是绝不允许拖欠的 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人 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拖欠工人工资 就是无偿的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而工人的工资是关系到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来源 我们这个罪的目的 你应该看得出来 它主要还是为了让工人最后能够拿到钱 整个这个罪的 我们不以惩罚和关押他们为目的 以工人拿到钱为目的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入行 其根本目的是保护劳动者获得报酬的合法权益 对劳动者而言 当工资被恶意拖欠的时候 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 依法维权 而对用人单位来说 不能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 拒负和拖延支付劳动者报酬 更不得以转移财产逃逆等方法 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 否则 有可能面临经济和形势上的双重处罚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建飞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谢谢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再见